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3年11月6日 在中国简报中,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耶伦将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开始前,在旧金山接待中国副总理 美国雅虎 在旧金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之前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本周将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 耶伦表示,两国有义务建立有弹性的开放沟通渠道 尽管两国关系仍然高度紧张 但耶伦将提出政府对北京不公平经济行为的担忧 中国副总理何立峰领导最高金融政策机构 彭博社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目前领导着共产党两个最高金融部门决策机构 巩固了他作为中国最高经济和金融官员的地位 据央行管理的出版物金融新闻报道 他被描述为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该委员会负责中国庞大金融部门的顶层设计和监管 他还被任命为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党委书记 负责监督党在金融体系中的思想和政治作用 这是这两个管理机构自三月份重组成立以来首次宣布领导层 也是让共产党直接控制和监督金融事务的一部分 据报道 他周五在中央金融工委会议上发表讲话 呼吁加强金融业党的建设 他被视为前经济沙皇刘鹤的继任者 上个月还被透露将领导共产党的最高经济决策机构 据彭博社此前报道 他是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密友 负责监督所有金融监管机构 包括最近成立的超级金融监管机构 以及住房合成乡建设部 在与中国领导人会面之前 阿尔巴尼斯没有表示完全信任习近平 ABC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艾伯内塞 抵达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 此次会议召开之际 两国关系紧张 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商品实施禁令和关税 阿尔巴尼斯强调了与中国贸易的好处 但没有表示他完全信任习近平 他还重申澳大利亚支持维持台湾现状 因此外交部长西蒙·伯明汉表示 对阿尔巴尼斯的考验将是在棘手问题上坚持到底 此次访问恰逢高夫·惠特拉努访华50周年 预计将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 对李克强的哀悼反映出对中国未走道路的唏嘘 日经亚洲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瑞生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决定限制公开庆祝 已故总理李克强的生平和工作 这表明他对自己重塑中国的努力缺乏信心 曾英权认为 李克强被广泛视为胡锦涛首选的国家主席 和党的领导人的继任者 直到习近平制胜他为止 李克强代表了如果他掌权的话 中国可能采取的道路 而公众对李克强的喜爱 反映了对习近平极其方向的 不满他已经为国家定下了目标 北京证券交易所调整引发中国IPO热潮 日经亚洲 随着上海和深圳交易所的IPO活动降温 中国投资者对北京证券交易所新股发行 表现出热情 孟买证券交易所近期新股上市价值飙升 Aweight Precision股价首日上涨1 008% 北京PowerTowerTat股价首日上涨52% BSE于2021年11月推出 旨在支持小型企业 但由于缺乏优质企业 流动性和交易机会有限 蚂蚁金服获得中国政府批准推出人工智能服务 彭博社 阿里巴巴旗下金融科技子公司蚂蚁集团已获得中国政府批准 推出尤其大型语言模型百灵支持的产品 该模型将应用于蚂蚁金服的各项服务 助力创新 阿里巴巴 腾讯和百度等中国科技公司正在竞相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潜力 蚂蚁金服可以利用其移动支付服务支付宝的普及 来获得更多关于用户习惯的数据和洞察 中国科学家声称脊髓抗衰老突破 南华早报 中国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加速衰老过程的新细胞 该细胞围绕脊髓中的运动神经元 分立一种名为基丁质梅伊的蛋白质 该蛋白质有助于运动神经元的衰老 在对猴子的测试中 研究人员发现增加蛋白质的含量会损害运动功能 并促进其他衰老迹象 研究人员还发现中和抗体可以阻止这一过程 这表明了开发新疗法的潜在策略 软件公司排队争夺生成人工智能的份额 金融时报 根据研究公司Andia的预测 全球生成人工智能 市场将从今年的60亿美元增长到2028年的590亿美元 该技术可以通过学习在线数据来生成文本 图像和音乐等媒体 预计将在营销、医疗保健和汽车等一系列行业中部署 消费市场的增长最快 人工智能可以为搜索引擎、写作助手和艺术品制作提供动力 媒体和娱乐行业预计将紧随其后 医疗保健、商业和汽车市场也将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生成式人工智能市场可分为三类 基于大量互联网数据训练的基础模型的创建者 必要基础设施的提供商 以及使技术适应特定行业或任务的软件提供商 更多半导体、更少住房、中国的新经济计划 纽约时报 中国已逐渐开始不再将房地产和地方债务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 而是投资于制造业并增加中央政府借款 国家控制的银行自2005年以来首次减少了房地产贷款 转而向电动汽车和半导体等行业的制造商提供大量资金 放弃房地产贷款凸显了北京方面不愿救助中国负债累累的房地产市场 该市场约占中国经济的四分之一 目前正在经历价格、销售和投资的大幅下滑 转向制造业贷款存在风险 中国已经拥有过剩的工厂 而由于更加重视制造业而导致的出口增加 可能会激怒贸易伙伴 此外 中国的额外贷款对西方构成了挑战 西方正试图通过拜登政府的通胀削减法案等立法 来促进对同一行业的额外投资 随着国内电动汽车市场升温 中国蔚来汽车将裁员10% 日经亚洲 中国电动汽车初创公司蔚来汽车计划 本月裁员10% 已在竞争激烈的国内电动汽车市场中 简化运营并管理成本 公司还将推迟或减少对三年内不贡献盈利的项目的投资 蔚来汽车一直大力投资电动汽车电池等先进技术 并公布2022年净亏损为145亿元人民币和20亿美元 该公司计划在蔚来几天推出三个品牌的9款新产品 中国酒店复苏 入住率和房价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南华早报 受疫情后休闲旅游热潮刺激酒店需求 推高房价的影响 中国内地酒店业在过去三个季度稳步复苏 房地产服务公司重量联航的分析师表示 2023年前9个月 全国入住率达到68.4% 仅比2019年水平低2% 10月2日 为期8天的黄金周假期期间 入住率甚至达到创纪录的83.1% 其中大部分增长来自低线城市 威廉王子在为地球奖颁奖典礼前去新加坡华龙州 美联社 威廉王子参加了新加坡的龙州比赛 作为年度地球挑战奖颁奖活动的一部分 该奖项旨在促进环境威胁的解决方案 龙州比赛是一项起源于中国的运动 威廉和其他19名奖手随着鼓手的节奏奋力划奖 王子此前曾在2011年加拿大执行期间尝试过华龙州 颁奖典礼将于3月15日举行 五个类别的获奖者将被提名 每人将获得100万英镑 用于扩大他们的项目 达赖喇嘛灵魂之战 外交事务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 丹增多集在外交政策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 中国干预下一任达赖喇嘛的选择 是对西藏宗教自由的侵犯 也是对丰富的西藏文化的威胁 中国共产党对藏传佛教的转世传统越来越感兴趣 并试图控制下一任达赖喇嘛的选择过程 北京已经召集了一个委员会来监督这一过程 甚至还设立了博物馆展览 以宣传其监督评选的合法性 中国此举被视为试图巩固其对西藏的控制 并破坏达赖喇嘛的制度 中国对转世制度的干预导致了腐败和滥用职权 根据中国法律 所有转世喇嘛都必须向政府登记 导致官僚程序被政治利益所操纵 中国对历史的歪曲 也在其试图控制西藏宗教事务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中国政府谎称历代达赖喇嘛都出生在中国 并声称达赖喇嘛的称号是清朝皇帝授予的 这些说法没有历史证据支持 中国首次出现外国投资赤字 标志着西方的去风险压力 美国雅虎 国际收支数据显示 第三季度中国首次出现 季度外国直接投资赤字 然而 这是该国近20年前开始跟踪数据以来的首次短缺 这一缺口与西方国家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之际 撤出中国的去风险努力有关 这些数字凸显了中国在吸引外国企业方面的困难 与此同时 10月份人民币对美元在岸交易量创下历史新低 表明北京方面正在努力遏制人民币抛售 摩根士丹利 10月全球基金又抛售30亿美元中国股票 路透社 全球基金经理10月份大幅抛售中国股票 主动多投基金净流出31亿美元 资金流出主要是由于区域性基金从中国进行在平衡 其中欧洲注册的基金引领了这一趋势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表示 欧洲基金已抛售自2020年底以来 积累的约一半持仓 美国注册基金的资金外流也有所加速 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复苏仍持谨慎态度 特别是在10月份制造业活动意外收缩之后 中国企业不愿意入选国家队 路透社突发观点 以电池巨头宁德时代为首的中国企业 斥资90亿美元回购股票 试图支撑中国陷入困境的股市 然而 这仅比2022年略有增加 表明企业的支持是三先二亿的 尽管监管机构努力振兴市场 但基准上证综合指数在过去6个月内 仍下跌了10%以上 格力电器等私营企业重量级企业的股票回购热情 也有所减弱 这表明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股市正在触底 中国面临美国芯片新规 需要了解的五件事 日经亚洲 在美国提前对其最先进产品的出口实施限制后 英伟达在中国的业务受到了密切关注 迫使该芯片开发商调整其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 然而 11月16日生效的修订后的出口规则 威胁到了NVIDIA在其利润最丰厚的市场之一的销售 这些规则要求公司申请向中国和其他指定市场运送尖端人工智能芯片的许可证 此次更严格的控制 扩大了2020年10月推出的出口限制 旨在遏制北京的芯片野心 更新后的规则还适用于更多国家 包括伊朗和俄罗斯 这些限制预计将导致人工智能芯片的成本更高 开发时间更长 并使中国人工智能芯片初创企业与全球领先芯片制造商合作变得更加困难 由于美国的压力 中国芯片开发商可能需要寻找国内生产合作伙伴 中国对人民币每日汇率的控制程度上次出现在2010年 彭博社 中国严格控制人民币参考汇率可能会导致货币压力增大 而这种压力最终可能会得到释放 因为中国人民银行对人民币汇率保持严格的汇率区间 过去类似的波动性暴跌往往发生在人民币大幅波动之前 交易员正在关注中国当局升级货币宽松政策或美元升值 作为人民币突破汇率区间的潜在催化剂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包括媒体智囊团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汇总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一与访问 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 3w.62break.com 3w.3 3w.4w.4 3w.4w.4w.4w.6w.25 4w.5.6w.4w.5w.6w.6w.6w.7w.9w.6w.6w.5w.6w.6w.7w.6w.6w.7w.7w.6w.7w.6w.7w.5w.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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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7w.7w.7w.6w.8w.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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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8w.7w.7w.1w.7w.7w.10w.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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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Zomb 반�рать比例子 isiej�